大家好,歡迎來到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有皮膚科醫生表示 腳汗多就容易令細菌發酵 所以你的鞋子就會產生濃濃的鹹乳味 每次去到朋友家作客 到脫鞋的時候你都會覺得很尷尬? 勤勤洗腳當然是一個重點 但也有其他偏方可以試一下 現在就介紹你十個方法 分享給身邊有同樣困擾的朋友 或者他下次去你家作客的時候 你都會好手一點 還完基本步 鞋抽就自然腳抽 所以第一步 一定要做的就是先洗乾淨腳 解除了自己的腳臭之後 因為汗留在你的鞋子裡 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把有腐絲味的鞋子用清潔劑浸洗一下 有養貓的人都知道 貓沙其實可以去除貓咪的臭味 把貓沙倒入絲襪那裡 然後再放入鞋子裡 霹味 你也可以試一下用茶包的香味 你要遮住鞋子的臭味 不過茶包記得要用新的 不要用喝過的那些 木糠是可以吸臭的 如果你把一些木糠碎 放入墨裡面 然後再放到鞋子裡 應該會有些效果的 如果你可以用到一些 張木有香味的木碎 就更加效果理想 放一些爽身粉在鞋子裡 是可以的 既可以吸汗又可以除臭 不過舊的爽身粉 積得太多在鞋子裡 又會再臭 所以鞋子一定要再洗 你可以把鞋子放在有拉鏈的保鮮袋裡 然後再放在冰箱裡 用低溫去殺菌 不過鞋子一定要事先洗乾淨 不然你冰箱裡的凍肉 有常識的都知道檸檬皮其實是可以除臭的 放它在鞋子裡試一下 用天然的除臭方法 這一招混合和其他方法使用都無妨 不過你記住檸檬皮就要勤勤活 如果不是又會發霉 用棉花浸泡酒精 然後放在鞋子裡 不過這個方法就不太適合真皮鞋用了 因為酒精是可以令皮面裂開的 如果試過之前的九種方法 你的鞋子還是惡臭的話 那就要用這一招最後一擊 扔掉你的鞋子去 算了吧 可能根本不關你鞋子 是你的腳的問題 認命吧 我會收集更多更有趣的話題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如果不想錯過任何世界十大的影片 記得按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